二千年后,蕭若元述往事,论当世,思来者 和大家一起细说太史公,史记 能以富贵下贫战 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但我不想剧透太多 他身为魏国的公子 而且还是宰相 可以屈身去侍奉一些很卑贱的人 其实四公子里面 我认为最擅长的就是这个 就是信灵君 就是信灵君 本身的品行和做事都是非常擅长的 是文武存在 然能屈于不朝 自己很擅长,对那些不擅长的人 他都会听他说的 唯信灵君唯能行之 只有信灵君 所以作魏公子列传第十四 这个就是战国四公子的第三个 以身殉君 遂脱强秦 他愿意自己代国君做人质 让国君可以离开强秦 史池游说之事 于是那些周围游说六国的人 南乡者 古代的字就不停借用 这个乡者就是乡 这个乡者就是乡 乡者乡也 因为他就是简写一个乡 南乡而走楚者 是王蝶之乙 是王蝶做回来的 这些事情 王蝶就是 当然了 就是战国四公子的春生军 春生 就是现在的上海 王蝶是被封于上海这个地方 所以上海又称为春生 能引咎于毅齐 被毅齐侮辱 而他能够忍住他 而信威于强秦 而他 结果被秦国信用他 而结果呢 帮秦国呢 是打到很多地方 建立很大的威势回来 推延让位 而他呢 就是受到这个 蔡宅的游说 就突然间辞了宰上的职位 传给这个蔡宅 我又不想剧透了 其实这本 这个也是在列传里面说的 二子有之 作范追蔡宅列传第十九 是很好看的 范追蔡宅列传 就是戏剧性到不得了 这个是 率行其谋 照他的计划来做 连五国兵 带上五国的兵 为若燕 为了个弱的燕国 报强齐之仇 之仇 报齐国 是强过燕国很多 为这个 为燕国报仇 雪奇先君之始 下齐七十余城 作洛艺列传第二十 这个就是洛艺 能信以强秦 而屈體廉子 能够根据他的意思去对抗强秦 能屈體廉子 可以令到一个大将军廉婆 結果是要佩服 要向他道歉 用殉其君 幫助他的国君 驱逐于诸侯 令到诸侯 要敬重齐国 其实在说大部分是 论相遇 但是和廉婆 因为廉婆也是 召国最出名的几个大将之一 大家知道 作廉婆 论相遇列传 第二十一 敏皇既失临之 而奔举 齐敏皇 被洛艺打到一栋都没有 七十多个城 就剩下两个 一个叫举 一个叫積墨 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我 是四十年前 去 这个 台湾 周围都写着 那些大字在那里 就是 没有忘在举 就是 就是 就是反攻大陆 这个就是诚语 你不要忘记自己在举 就是七十余城都没有了 整个大陆都没有了 只剩下一个台湾 就是 就是他用这个故事来比喻 就是那时候还是蔣介石 借治台湾 而田丹用积墨 就是用一个细成积墨 破走 骑劫 骑劫就是英国的大将 遂全齐舍迹 作田丹列转第22